哥哥是个超雄综合症的天生坏种 他从小就把我卖给人贩子 等我被爸妈找回来后 又嫉妒我而活活逼死了我 可我重生了 人贩子找上门的时候 我看着哥哥说 家里人最疼你了 你也最值钱 哥哥被抓走了 也不知道他一个天生坏种 跟人贩子比起来 谁更坏 于是我赶紧请出了文曲星 他已经给看视频的公主 王子们送了两个月的好运 给文曲星点赞后 就能逢考必过 做题全对 在评论区发谢谢文曲星 他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的好运哦 证文现在开始 我哥哥是超雄综合症 所以爸妈对他只能顺从 避免他做出更坏的事情 可是越这样 他就越发的变本加厉 最后把我卖给了人贩子 还不忘隐藏我的踪迹 让爸妈和警察找了我半个月直到放弃 前世日子太苦 所以老天给了我重活一次的机会 这次人贩子被哥哥带过来的时候 我天真无邪道 叔叔阿姨 你们是想要钱吗 我是女孩子不值钱的 卖不了多少钱 爸爸妈妈最疼哥哥了 哥哥比我更值钱哦 他们都是一群为了钱丧尽天良的人 相互看了一眼便同意了 抓起哥哥就准备走 哥哥哇哇大叫 你们放开我 我不和你们走 你们抓他呀 大不了一起抓 瞧 谁说超雄综合症是蠢蛋的 这不是很聪明 还知道求救吗 人贩子看来我一眼 也想来抓我的 但我大叫了起来 我已经报警了 你们要是再不走 一个也带不走 人贩子相互来看了一眼 并不想惹事 而是拿着破布塞进了他的嘴里 拽进了面包车里 大辣辣的就离开了 其实我压根就没报警 吓唬吓唬他们还真信了 也不知道他一个天生坏种 跟人贩子比起来 谁更坏 人贩子当年晚上就打电话来找爸妈 想要赎金了 我提前把电话线拔了 一如当初哥哥做的那样 吃完晚饭的时候 爸妈询问我 你哥哥怎么还没回来 我咬着鸡腿 含糊不轻道 不知道啊 可能在外面玩去了吧 等他饿了就会回来的 妈妈叹息了声 哎 这孩子真是让人操心 我低垂着眸子 安静地享受着鸡腿的美味 这是我第一次吃到鸡腿 因为哥哥自私又霸道 他从来不允许我吃鸡腿 永远都是鸡屁股 鸡爪 还说我只爱吃这些 不然他爸妈看不到的地方 就会动手打我 爸妈又吐槽了几句 但没有一个人出去寻找 他们认为没有人会绑架哥哥 也没有人能伤得了他 直到三天后 爸妈才反应过来 哥哥失踪了 去警局报案了 可时间太长了 不太好找了 怎么可能找得到呢 哥哥如今在距离 这里二千多里的山区里 开始被人贩子 当成牲口一样 家家户户地叫卖 不过他运气 应该会比我好一些 男孩子总是有人要的 但是我知道他 即将遭受的痛苦 不会比前世都少一份 因为他们那边的人 不知道什么叫超雄综合症 只会觉得他力气大 所以要做更多的事情 因为不听话 所以要挨打 只要不打死都可以 我衷心地希望他还能活着 因为我要把前世遭遇的一切 都千百倍地还给他 他该死 爸妈找了哥哥 大半年还没音讯后 便把所有的时间和关爱 都转移到了我身上 我不仅不再需要做家务了 每周还有固定的零花钱了 从都讨喜的女娃娃 变成了独生女 在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里 我的成绩 直接窜到年级第一 老师在开家长会的时候 特地要妈妈 上台分享我读书的方法 还夸我将来前途无量 爸爸妈妈对我的希望 也愈发地高了起来 开始给我报名 培训班了 扩展兴趣爱好了 当然我也时不时地 透露一些赚钱的小门道 他们对我的爱意 达到了空前绝后 圆圆真是我们家的福星啊 自从听她做生意 就没有亏过钱 我看也没必要去找老大了 她天生就是个灾星 克我们家 说的也是 那就不找了 这下子 爸妈是彻底收回了 找哥哥回来的心思了 把家里的老房子也卖掉了 直接在市中心 买了个小别墅 家里最好的房间是属于我的 还有独立的衣帽间 书房 舞蹈房 有人们也喊着我 赵大小姐 属于哥哥的所有痕迹 都被清空干净了 但我知道 再过五年 爸爸妈妈就会找到哥哥 让他回家 认祖归宗 毕竟骨子里 还是有重男轻女的思想 暑假的时候 我借口去参加夏令营 实际上雇了两个保镖 偷偷地去山里看哥哥了 曾经白白胖胖的哥哥 如今皮肤有黑 瘦不拉几的 蓬头购面的像个乞丐一样 大清早的就去割住时 大中午的种田 晚上就两个窝窝头 他还和狗抢时 小狗哇哇大叫 然后被狗主人 摁在地上打 脸都踩在了地上 还有人对他撒尿 他曾经凶狠的目光 此时却露出了害怕怯懦 看来这些年 他们把哥哥调教得不错呀 这么听话了 我和保镖说了几句话 保镖转身去了村子里 把村主任家的鸡 偷了烤好 丢到了哥哥的茅屋里 本来蜷缩在角落的哥哥 闻到了香味 毫不犹豫地捡起来就吃 吃得狼吞虎咽 嘴角冒油 眼睛都在发光 或许这是他这么多年来 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吧 不过很快 村主任就发现 家里的鸡不见了 然后找到了哥哥 这顿毒打很凶残 哥哥抱着鸡肯的右手 都被打断了 逃跑的时候 腿也被打瘸了 看到这一幕 我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我并不觉得自己恶毒 因为前世他虐待 我比这个不遑多让 五岁那年 哥哥骗我上五楼 毫不犹豫地把我推了下去 那时要不是刚好有人 晒棉被接住了我 或许我没死也残废了 这不过只是一点点利息而已 转眼间就高考完了 我以权势理科第一的成绩 拿到了高考状元 上了报纸和新闻 一时之间风投大胜 爸爸妈妈特别高兴 人有钱之后 最在意的就是名誉了 我成功帮他们洗白了 爆发户的身份 真正有权势的富豪 也抛来了橄榄枝 邀请我们进入他们的圈子 这一年 爸妈的公司上市了 我拥有10%的股票 身价两个亿 也就是在这一天 爸爸妈妈在剪彩的时候 人群中响起激动的大叫声 爸爸妈妈 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爸妈错愕的 看了一身破烂T恤 右手还空空荡荡的 鲜手男人 他们面露疑惑之色 赵子强 哥哥拼命的点头 上前想要抱住他们 可爸妈纷纷往后退了几步 哥哥眼神里 闪过错愕之色 爸妈 我是你的儿子 不认识我了吗 当然认不出了 如今的他和小时候 判若两人 要不是他这模样 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差点也认不出 直到他拉起 空荡荡右手的袖子 上面有一个 碗大的黑色纸 这下子确定了他的身份 妈妈眼眶发红 儿子 你终于回来了 媒体记者疯狂拍照 请问这是你们 失散多年的儿子吗 怎么变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他回来之后 是否代表肇事集团 他有权继承 股东们是否会有意见 公司继承人 是否会发生内斗 会不会影响到股票价值 那你们会更加偏向 女儿还是儿子呢 请你们回答一下 爸妈被突然来的问题 问得哑口无言 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而哥哥脱口而出 爸妈的东西 肯定都是我的 女儿哪有继承权 死了都没资格进组坟 很好 边上的记者 激动的眼睛都在发光 爸爸反应过来 立刻表明立场 男女平等 这继承的事情还很远呢 不过这些年多亏了媛媛 不是他集团 也没有如今的成绩 他说的是事实 也是场面话 如果他真的有心 想把公司交给我 自然会直接表态了 但是哥哥听不懂 其中的深意啊 以为以后 他们的东西都要给我 愤怒道 凭什么给他 他就是个贱人 居然敢和我抢东西 我要弄死他 说完哥哥 就直接挥手仇打过来 但是拳袋半空中 就被保镖给拦住了 不愧是超雄综合征 他呀 还真是喜欢惹麻烦 保镖的力气很大 差点把他的手腕都要捏碎了 哥哥是个欺软怕硬的主 当发现要挨打的时候 身体的本能 就下跪磕头认错了 呜呜呜呜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你不要打我 会场安静了几秒后 响起了哄堂大笑声 我嘴角也微微上扬 想过哥哥会出丑丢人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丢人 爸妈的脸都气白了 本来光鲜亮丽的上市剪彩 变成了一场笑话 我走上前 大大方方一笑 哥哥 这么多年 你在外面受苦了 回家了就好 你还没有吃饭吧 我带你先去吃饭 还记得你最爱吃的是鸡腿 食堂鸡腿很好吃的 这些事情交给爸妈处理 他们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这才是继承人 该有的气魄和涵养 解决问题一流 爸妈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感激地看了我一眼 我微笑汉手 紧接着让保镖 拽着哥哥离开了会场 带他去了食堂 现在并不是饭点 但还是有些同事 加完班才来吃饭 看到我纷纷打招呼 照付总好 我笑着汉手 嗯 辛苦了 边上的哥哥 极度的眼睛都直了 但是碍于保镖 在场他不敢说什么 我要食堂阿姨 端出了一盆鸡腿 放在他的面前 他伸手 就去拿鸡腿往嘴里塞 刚做出的鸡腿很烫 可是他却丝毫察觉不到 见他吃的满嘴都是 我温柔地递出纸巾 哥哥 慢点吃 别噎住了 擦擦嘴巴 哥哥抬头目光凶狠地瞪着我 这些都是我的 你要敢和我抢 我就打死你 我顺着他的话 无奈地笑了笑 好好好 都是你的 谁叫你是我哥哥呢 吃了十几个鸡腿 哥哥打了一个 想想的宝格后 又继续狂吃 骨头被他扔得满地 又全部都滴到了身上 又脏又乱又恶心 我全当没看到 还叫人拿来了瓶饮料 防止他噎住 哥哥依旧不忘威胁我 别以为你这样 我就会原谅你 爸妈的所有东西 都是属于我的 我什么都不会给你的 我笑得更明媚了 真是巧啊 这话我也想和他说的 这兄妹呀 就是一条心 这一幕幕被员工都看在眼里 一传十 十传百 就连公司的门卫 知道他这个人了 听说那人一次性 吃了五十个鸡腿 明明都要吐了 还非得咽下去 真恶心啊 卧槽 这么恶心 我就听说他是个残疾 脸上也有几道猙獰疤痕 看着就很瘆人 可不是 我在电梯里看到了 差点吓死 但是赵副总却没有一点 看不起嫌弃 全程都温柔含笑 真把他当亲哥哥一样 赵副总真是的善良 可惜了他像这种哥哥 你们说总裁 不会真的把公司给他吧 千万不要啊 想到以后老板是他 我就想离职 这些风言风语 很快就传到了爸妈的耳朵里 他们第一时间 不是想着给哥哥解释 而是下令禁止哥哥来公司 以免再丢了他们的脸 这做法很爸妈 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哥哥不同意 双目星红 愤怒的大喝 我为什么不能去公司 那以后是我的公司 赵圆圆 是不是你这个贱人 和爸妈说了什么 爸爸促眉不悦道 这是我的意思 和你妹妹没有关系 你知不知道 今天就是因为你 公司股票跌成什么样了 还有股东来说 再有这种事情就撤资 以后你就好好待在家里 别给我们出去丢人现眼了 哥哥脸胀的通红 左手紧紧的钻成拳头 妈妈于心不忍 轻声安慰道 儿子 你也别怪爸爸说的话重 今天因为你市值 蒸发了1.2个亿 你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不好 非得今天 是啊 为什么这要巧啊 偏偏今天回来 那是因为我一手设计的 反正它迟早会出现 和个定时炸弹一样 还不如我率先出击 牢牢的 把它掌控在自己的手心里 哥哥青筋突起 愤怒咆哮道 爸妈 你们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以前你们最心疼的就是我了 我被拐卖这么久 你们不但不担心我 还怪我来的不是时候 爸爸冷哼了声 谁叫你到处乱跑的 被拐了还赖我们 哥哥神色恶毒的看着我 不是我乱跑 是妹妹找人把我拐卖走的 爸妈闻眼一惊 侧头看向我 我故作委屈之色 哥哥 你冤枉我也要有个限度 那时我们都是几岁的小孩子 哪里找得到什么人贩子 再说了我胆子很小 一直被你欺负捉弄 要真的有人贩子 也是你找来要拐卖我的 你要是还这么胡说八道 那我们就去报警 彻查此事 当初的拐卖哥哥的人贩子 拐卖了很多人 早就记不得谁是谁了 再说他们的话谁信 再说 当年那些人贩子 被我打了匿名电话 早就抓起来 看见我态度这强硬 爸妈自然是相信我的 再加上我从小就乖 怎么看 也不像能做出这种事情的人来 哥哥为了证明他说的没错 立刻答应道 好 我们报警 看 爸爸怒拍桌子 赵子强 你够了 到现在还胡说八道 你要是再闹腾 就给我滚出这架 话语很凶 把哥哥震慑住了 他吓得不敢动 妈妈在边上一边叹息 一边抹泪 儿子啊 当初你被拐的时候 圆圆白天上课 放学后就去学校附近 替谁人启示 差点都累晕倒了 虽然你小时候喜欢欺负他 可是他从来都不计你不好 只说你好 大家谁不说他善良有孝心 我和你爸也不指望 你照顾好妹妹 但你也不能这么没良心啊 哥哥一脸不相信 刚想嘲讽 就被爸爸狠狠地瞪了一眼 他立刻就老实了下来 我朝着爸妈微微一笑 家里的集团本来就有哥哥一份 不让他去公司 对哥哥也不公平 我认识一个李仪老师 都是给领导子女教导李仪的 哥哥经过培训后 肯定会改掉之前的一些坏习惯 到时候 哥哥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爸妈眼睛都亮了起来 毕竟这是他们的亲生儿子 不想放弃 而哥哥听到看继承公司 自然也是欣然同意 我也嘴角弯弯 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 伤过好几名学生 这位男情的李仪老师 也是前世哥哥精心为我准备的 他那时最大的爱好 就是看着我被李仪老师虐待 棍子包裹着厚厚的布 打起来疼死 但是不会在身上有痕迹 明明知道我吃杏仁过敏 还在我所有的食物里掺杂 看着我浑身起疙瘩 还在我抠破皮的伤口上撒盐 好几次我都疼得晕绝了过去 睁开眼就对上他 那双恶毒的毛子 妹妹 你真是命大 这样还不死 这一事 我分毫不差地还给他 他桃毛过敏 所以他的被单上 贴身衣服上全都有 李仪老师叫他走路的时候 他难受地抓痒 然后被狠狠地揍 疼到他脸都扭曲变形了 他学习喝茶的李仪的时候 打破了爸爸最爱的杯子 于是被爸爸用滚烫的茶水 泼在脸上 在叫他艺术鉴赏的时候 不小心烧了妈妈最爱的名画 被罚关小黑屋 终于在某一天 哥哥整个人都崩溃了 发疯一样地报答了李仪老师 你是不是想杀了我 那我就先杀了你 你该死 你是个畜生 你瞧不起我 我要弄死你 李仪老师奄奄一息地被抬了出来 爸爸赔偿了他五十万 这事才了结 爸爸气炸了 对着跪在地上认错的哥哥 就是一阵脚踢 对别人凶狠的哥哥 对爸爸是从骨子里害怕的 要不是妈妈在边上劝爸爸 估计今天晚上 哥哥的命都要丢了大半 经过这件事情 爸妈也彻底放弃了 让他学习的念头 没有了束缚管教 哥哥身体日渐强壮了起来 眼神也不再切若恐惧 而是在永远一生生 大少爷的称呼中 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他总是站在窗户边上 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 就像阴狠的狼 在盯着他的猎物 可是他根本没有机会 家里有佣人 出行有保镖 当然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 我已经被他弄死了千百次 不过他变聪明了 在爸妈面前收起了力气 主动帮他们加菜 又陪着看电视喝茶 周末还主动陪着妈妈一去逛街 这种又累又没意义的事情 我是从来都不陪妈妈的 哥哥主动陪让妈妈高兴的不行 晚上我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沙发上全都是战利品 妈妈眉眼慢慢地 拿着一件西装 给爸爸比划 老公 这是儿子给你精心挑选的 喜不喜欢 爸爸笑呵呵的是穿了起来 喜欢 儿子给我买的衣服 我当然喜欢 哥哥挑衅的看了我一眼 我微微一笑 这几天他日子过轻松了 就开始想找我查了 正好我最近也忙完了 哥哥 你有没有给我买衣服呀 要是没有买我可要吃醋了 娇憨的话 让哥哥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爸妈却是笑得更灿烂了 妈妈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给我 你哥怎么会忘了你呢 这裙子是新款 好看 一看这眼光就是妈妈选的 但我也不说破 哥哥的眼光真不错呀 裙子我很喜欢 要是哥哥给我找个嫂子 我就更喜欢了 爸妈眼睛一亮 如今哥哥也正常了 虽然身上有些残疾 但是家里有的事前 高富帅占了其中最重要的一项 这还不愁没有女人喜欢吗 哥哥脸上立刻浮现猙獰之色 但很快就隐忍了下去 我抿了抿唇 把嘴角的笑意压了下去 哥哥的软肋是女人 又或者说他讨厌一切跟人的接触 因为他在山村的时候被人逼着 做过很多让他难受的事 那些人玩得又滑又变态 爸爸爽朗大笑 儿子 你也是到结婚的年纪了 喜欢什么样的 让妈妈给你多介绍几个 早早的让我们抱上大胖孙子 哥哥咬着后槽牙 不用 我不结婚 妈妈这下急了 这怎么能不结婚呢 婚一定要结的 哥哥神色阴质的看了我一眼 转身就上楼回房间了 这次很聪明嘛 没有发脾气摔东西 看来是不想这段时间的功夫白费 妈妈叹息道 这好好的孩子怎么就不愿意结婚呢 我慢悠悠道 说不定哥哥是自卑 怕那些女人会瞧不上他 爸爸冷哼了声 我们老赵家的儿子还能被人瞧不起了 妈妈看向我 圆圆 你边上有没有合适的 给你哥哥介绍介绍 我摞起耳边的碎发 一一笑 还真有一个 是我学妹 成绩长相都不错 就是家里条件一般 明天我带她回来吃顿饭 妈妈笑颜如花 还是我家圆圆厉害 爸爸也满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哥哥的事就交给你了 宋希是小我三界的学妹 长得漂亮也有野心 一直想去国外留学 但钱不够 于是当我提出三百万的时候 她毫不犹豫地道 学姐 成交 当然 我不是要她出卖身体 这种小儿科的事情多没意思啊 还便宜了哥哥 我的目的是让哥哥身败名裂 让爸妈彻底放弃她当继承人 并且主动断绝和她的关系 晚上宋希一身理色的脸体长裙 搭配着针织衫 温柔又闲静 容貌气质 这块不比明然差 爸妈很满意 来 宋希快坐 路上辛苦了吧 宋希温柔一笑 不辛苦 哥哥神色冰冷地打量着她 又回头嘲讽地看了我一眼 我微微一笑 希希 这就是我哥哥 你之前不是说喜欢长得高的吗 我哥哥可是一米八八 长相也很帅气吧 这些天哥哥 被妈妈带着去美容院捣吃了一番 又是美白又是驱八 还做了形象设计 也勉强拿得出手 宋希抬头看向哥哥 脸颊微微泛红 有些害羞道 哥哥你好 哥哥冷笑了声 你好 妈妈看到这一幕 瞬间就乐开了画 真是狼友情切有意啊 亲热地拉着宋希的手 希希啊 你平时都喜欢做什么呀 宋希乖巧道 我还在读研究生 平时除了看书之外 就是画画了 我在边上帮腔道 学妹画得很好 好几幅画都上画展呢 很了不起的 说完用手机 找了几张他画的画 还被评选为 最有潜力的当代年轻画家 爸妈这下子更加的满意了 哥哥也神色复杂地看向我 似乎不明白 我为什么给他介绍 这么好的女人 吃完饭 妈妈还特意给他 送了个限量版的LV 12万 表达了我们家的诚意 这种阵仗 基本上没有哪个 家境普通的女人能抵抗的 果然 宋希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 爸爸高兴道 这个女孩不错 性格很好 人也单纯 儿子你可不要错过呀 妈妈也在边上附和着 这个女孩妈妈也很喜欢 你要抓紧机会呀 这么好的姑娘 多的是人追求 你可不要错过 哥哥低着头并没有表达 他或许勉强能结婚 但是绝对不会和我介绍的女人在一起 别看他人高马大的 实际上只敢开灯睡觉 又怎么敢让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躺在他旁边呢 爸爸冷哼了声 就一个女人而已 你要是搞不定 就别说是我儿子 你不是一直想要进公司吗 只要你和他结婚 生个大胖小子 我就让你进公司 只要你表现好 公司以后就是你的 哥哥猛地抬起头 惊喜道 爸爸你说的是真的 妈妈轻笑出声 同意道 你个傻孩子 你爸什么时候和你开玩笑了 仁仁虽然优秀不错 但是毕竟是女孩子 将来还是要嫁人的 我站在栏杆边 看着温馨的一家三口 玩味一笑 我预判了他们的预判 就是不知道 他们预判没我的预判 爸妈的话 给了哥哥一颗定心丸 开始去追求宋希了 越吃饭 越看电影 越逛街 他坚定没有什么 用钱砸不到的女人 当然 宋希的表现 也很让他满意 百依百顺乖巧的不行 而且带出去贼有面子 在某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哥哥本想灌对宋希 可是他酒量特别好 于是 哥哥就偷偷地下药了 然后顺理成章地 带着喝醉了的宋希开房了 同时他也吃了药 这样才能保证 他能顺利地和宋希发生关系 但凡清醒的时候 他身体是没有办法有反应的 就在即将进行 最后一步的时候 房门被踹开了 警察破门而入 哥哥震惊道 你们干什么 话还没说完 就被警察摁在了地上 你和床上的女人 是什么关系 哥哥解释 我们是男女朋友 警察拿出他下药视频 真要是男女朋友 怎么会下药 你跟我们去一趟局里 哥哥就这么被带走了 好不容易吃药 才起的身体反应 从此是彻底粘了 一蹶不振 大半夜的爸妈 火急火燎地带着我 赶去了派出所 怎么可能 他们是男女朋友 这就是正常的睡觉 你们赶快把我儿子给放了吧 警察再次拿出视频证据 爸妈都惊呆了 我洋装运怒道 哥哥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好心把学妹介绍给你 你真的太过分了 爸爸怒喝 孽子 你真是孽子 老子怎么就生出了你 怎么个孽子 妈妈在旁边 有一个劲的哭 儿子 你怎么就这么急呢 一步步来就不行吗 面对所有人的指责 哥哥整个人都癫狂了起来 双目星红怒吼道 我小的时候被他们玩弄 下面都废了 不吃药 根本起不来 现在你们满意了 都满意了 爸妈震惊住了 一言不发 我伤口洒言道 那你自己吃药就行 为什么要给西西吃药 哥哥并没有回复我 因为他想上来掐死我的时候 被警察控制住了 妈妈哭的嗓子都哑了 儿子别生气了 我们不问了 不问了 等西西醒来 这误会就解释清楚了 这时一个警察的电话响了 应了两声后 就直接把哥哥靠了起来 医生从受害者身体里 检查到了大量的致患药物 还有安眠药 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 送他检查洗胃 他可能此时已经死了 受害者虽然没有控告他强奸 但这已经是刑事案件 无法保释 你们可以请律师了 哥哥身体一软 直接量枪坐在了地上 怎么可能 我就给他下了半瓶安眠药 这个量怎么会是致死量呢 我低头给宋西的海外账户 打了500万 300万是说好的报酬 200万是奖金 我确实还是小看了他呀 竟然对自己这么狠 他的野心 足够配得上他的才华了 这件事情 我透露给了媒体 再加上我买的热搜和水军 足足让这件事情 在热榜上挂了一个礼拜 全网都在骂哥哥是畜生 但我把宋西的消息隐藏得很好 公司形象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股票也大跌 股东们开启了股东大会 直接把爸爸革职了 我从副总裁荣升到了总裁 一时之间 爸爸接受不了 白了头 而妈妈得知了哥哥以前的事情 很后悔 天天以泪洗面 眼睛都哭肿了 很快哥哥就上庭了 蓄意谋杀 强奸未遂 被判刑了十年 比我想象的要少了几年 但是问题不大 这十年 我可以让他在里面生不如死 宋西出国那天 我特地去送他了 再加上爸妈给的赔偿金二百万 他一下子就变成了小富婆 他感激道 学姐 谢谢你 这样我就有钱实现我的梦想了 我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加油 我看好你 呼了我想到了什么 反问道 你为什么不选择我哥 说令将来就是赵氏集团的老板娘了 到时候七千万 七个亿都是很轻松的 宋西笑着摇摇头 学姐 你太看不起你自己了 你想做的事情从来没有失败过 就算我不帮你 你也还有后手 这件事情放在别的女人身上 或许会临时改变主意 但是我不同 我是学姐捐助的 数千贫困生中的一员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下局 把你哥哥弄进去 但我知道能好心送的我们上学的人 肯定不是坏人 将来我也会和学姐一样 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赚很多钱 帮助很多有需要的人 我目送着她进了登机口 看着飞机缓缓消失在了天空 她真的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啊 不过我确实没有想到 她居然是我捐助的学生之一 现在都变成了这么优秀了 当年只要是我爸妈给我的零花钱 我都拿去资助了困难学生 我遭受过非人对待 也希望有点拮据的贫困学生 能好好上学 监狱是个很冰冷可怕的地方 不然哥哥怎么才进去半个月 就受得只有皮包骨头了呢 他此时也反应了过来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局 他隔着厚厚的玻璃 对我破口大骂 我微笑地折纸边上的电话 示意他拿起电话 哥哥 你在里面的生活还愉快吗 哥哥愤怒道 赵圆圆 你这贱人 这一切都是你下的套是不是 我就给他下了半片安眠药 其他的都是他自己吃的 就为了栽赃陷害我 你到底给了他多少钱 让他宁愿冒着生命危险 也要帮你 我手托着腮帮子 欣赏着他无能狂怒 还有眼底那一闪而过的算计 想套我的话 真是笑死 我浅笑一应道 哥哥 你还记得你手怎么断的吗 那天的烧鸡好不好吃 哥哥从呆愣到惊饿 再到愤怒足足的花了二分钟 他似乎不太相信 那件事情是我做的 我笑得更灿烂了 还有为什么村子里的老光棍 为什么会突然对你感兴趣呢 只是我没想到 他们比我想象中还恶毒 真是过分啊 这下子哥哥彻底爆发了 丢下电话凶狠的锤波里 新红的毛子里满是冰冷的杀意 可惜被警员警告三次无效后 直接一紧棍下去了 瞬间就瘫倒在地 低声的痛哭着 当他知道这一切的苦难 都是我亲手造成的时候 他气疯了 可知道这一切无力回天的时候 他绝望了 所以他开始疯疯癫癫了 从监狱出来后 我心情格外的美好 只觉得连疯都是甜的 回到家还没来得及换鞋 就听到爸爸对我破口大骂 你不知道你妈妈现在身体不好 最需要人陪伴 你下了班不早点回来 到处乱跑什么 以为肇事集团你当老板就了不起了 爸爸对于我抢了他的位置 一直有怨气 妈妈也哭哭啼啼道 圆圆啊 你哥哥如今在监狱里受苦啊 你怎么还能这么开心呢 我也懒得换鞋了 站在玄关冷冷一笑 我为什么不开心呢 哥哥那个畜生进了监狱 而我亲力亲为的集团也是我的了 我做梦都要笑醒 爸妈默瞪口呆的看着我 我不急不许的继续补充道 你以为哥哥的被拐是意外吗 并不是 那些人贩子是哥哥找来拐卖我的 但是反被我叫人贩子带走了 哥哥蹲监狱的事也是我亲手下的局 宋西是我的人 感谢你们慷慨赠送的两百万 当初你们能创业成功赚到钱是因为我 集团上是成功 也都是我拉来的投资和资源 结果你们居然转手就要给哥哥 就因为我是个女儿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行啊 以后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泼出去的水 说完我转身就走 丝毫不在意 他们在背后歇斯底里的辱骂和诅咒 爸爸名下的财产和股票早就被我转移了 而妈妈一直是使用爸爸的附属卡 所以他们现在除了住的那套房子 一无所有了 当然我也没有做觉 公司里爸爸还是冠名副总 每年工资二三十万 足够他们日常生活花销了 我真是个孝顺的女儿呢 至于哥哥 三年后 他在狱中准备吞牙刷自杀 没成功 被抢就回来了 但因为半身不随 所以被送了回来 全靠着高昂的医药费须敏 爸妈本来就不太富裕的生活 雪上加霜 再加上脾气随时暴躁发狂的哥哥 日子过得更是艰难了 他们不是没想过找我要钱 结果被我反威胁 要钱的话 公司职位就保不住了 最后 他们还是选择了自己 让哥哥痛苦的死去了 啊 这就是我的父母 心情好的时候呢 我就和从国外回来开花展的 送稀喝喝茶 逛逛街 搞搞投资 心情不好就回家 看了因为贫贱夫七百十哀的父母 吵架 打架 然后对我百般讨好 就为了让我施舍三瓜两枣 人生 真的很有意思呢 至此全文完 感谢观看